我来啦,魔力汉字,从图画到文字的梦幻旅行即将开始,注意啦,三千多年前 Gucci,Gucc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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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家好,祖父在甲鼓文中写成这样,露的脚、头、身体和脚都很生动 在经文中,露字仍然非常像露的样子 在小砖中,字的上部表示露的脚,字的中部表示露的头 但是为了书写的方便 表示路头的一个笔画延长到了左下角 实际上把身体的一部分也包括在内了 字的下部表示路的身体和四条腿 在历书中路字的象形特征几乎完全消失了 或许这个时候很少人知道 历书下部的笔原来表示的是路的四条腿 在凯书中 同样很难发现原来路字上部的一个点与路脚有关系 青铜博士说路字本来就是路的意思 这也是今天路的常见译 至于路字的语音几千年过去了 路字的读音和某些路的叫声相似的地方已经不多了 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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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